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Hassler Casino Live官方周恩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9月1号的直播季节 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饥渴星期四,这周一啊没见到C啊,周四他终于是在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突然想起一个人,Sashimi啊他去哪了 好像有一两个月啊没见到他了 刚才去看了一下他的推测,好像是回日本了呀 好,那么话不多说啊,咱们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C啊小美女拿到了一手四十草花,枪口味选择了另不住持 这张牌桌的盲主级别呢,十二十四十,外加四十刀的大忙为了安提 Aspoker卡特位A十不同色,Race到了330 这哥们长得非常有特点啊 笑起来,感觉真的很像小丑Joker 翻牌336,ABB面两张方块 目前Aspoker牌里领先,有一个后门的铜花挺牌 其他的话没有人中牌了 反后Aspoker继续开枪 1100的坡,下注420刀 很标准的三分之一 这有可能是一个超队,也有可能是一手A-high 而C啊在做尝试啊 Flop上直接做了一个check risk到1200刀 C啊的目标很明确啊,就是要打掉你的两张高牌啊 可以的Aspoker跟注确实是很困难啊,直接选择了盖牌啊 看起来道上的人都认识C啊,看到C啊一定要给上三分博面 来看这一手牌 马拉诺枪口加一位K3是Race到了3000 因为这一手牌啊有两个straddle在啊 而牙医这边呢,圈九不同色是选择了跟注 这个时候呢,C啊用一手10勾啊,是推low in 这个low in推的其实非常的直啊 这个就是短马的优势啊 这手牌如果是三个人进到翻后 只要翻后,牙医和马拉诺有一个人能选择盖牌 那对于C啊来讲啊,他的收益啊真的是会增加的 典型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 比如你用短马推low in 然后呢有另外三个对手入持 四个人的话,说不定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合牌 那这样也就意味着你只需要战胜一个人啊 就能把自己手里的筹码翻上三倍,甚至是四倍啊 你看,在flop上见到一张圈的牙医呢,再次推出一个ow in 这样的话,马拉诺走了 那CR如果运气够好,只要赢下这手牌,就可以拿到trampo 两次发牌啊 目前CR牌力落后,转牌方块二 合牌 没关系,CR还有机会 转牌 一张A 合牌一张会是K吗 是一张K啊,这样的话CR做成了顺子 平分这个底持 准确的说应该是平分了主持啊 牙医这边多1500是因为马拉诺在flop上打了1500 合牌 牙医看到CR的牌啊,非常的激动啊 这破牌,你竟然推ow in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 suited superman 西装超人 呃 咱就说咱上桌就用名字不好吗 这我该管你叫什么呢,叫超人吗 superman面对nick老板啊,用一手A钩做了四败 nick想了想呢 还是跟了,对手后手总共还剩4200刀 看起来nick已经做好了 跟对手打光的准备啊 翻牌579两张黑桃 让我来看看你怎么玩啊 A狗想去演什么呢 想去演圈圈KK吗 那么flop上 怎么着也得打上个1500左右啊 然后turn上估计就直接干光了 打这么小吗 4600刀的坡 Superman只打了 只打了800啊 哥们你可别忘了 对手可是接了你的四败入池啊 你要想演一手大牌 我觉得打的是有点小了 你可能也不着急啊 继续跟住 看看你玩什么花样 转牌 一张黑桃石 顺子面出来了 花面也出来了 特上发出来第三张黑桃 而Superman这边 想演一演啊 他发了一下自己的牌啊 想演自己的手牌呢 一红一黑 这本演技啊 我给满分 但是turn上为什么不下注呢 如果你想演自己手里有一张黑桃 这turn上这一枪是必须要打的啊 我觉得turn上推了都没问题 你看最终合牌呢 再调出来一张黑桃 而你现在想去演一手同花 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如果手里有一张大黑桃的话 我觉得turn上是一定要开枪的 尤其 手里如果再是一个超队的话 我是真的找不出来 tun上过牌的理由啊 Superman 合牌 推出欧燕 相信我啊 Nick Vertucci不会盖掉自己的一对钩啊 对手这个故事啊 讲的确实是憋脚 他回来 来看这一手牌 牙医一对六加注到200 C啊 装位五六不同色跟住 单挑局 翻牌 翻牌 289两张黑桃 翻后牙医继续进攻 500的坡打出400 C啊这边是个卡 对没错 卡的就是turn上这张7啊 C啊在turn上拿到顺子 而牙医这边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牙医牙医先手 过牌 这摄像机的机位有点乱啊 turn上牙医是 再次打出将近一个满池啊 CR是在思考是否要加注啊 这个时候加注的话 我觉得最好拿价值 有两张黑桃的会打呢 有10的也会打 而合牌只要不是黑桃 或者不是一张钩的话 CR很有可能啊 还能再拿一条街的价值 果然牙医当CR是一手听牌来打 继续选择了跟住 最终合牌呢 一张攻队9 面对CR即将推出的O-in 牙医要何去何从呢 看起来 Dave是要认怂了 来看这一手牌啊 C啊拿着一手 A-K三败入池 而位置比较差的P大夫呢 同样是一手A-K啊 A-K并没有在做加注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 四人池吗 牙医的一对七入池了 B-K三五黑桃也没有走 两个A-K对上两个脏牌啊 翻牌四勾勾 别看牙医的胜算领先 只要有人动啊 牙医跑的绝对是最快 所有人都过 CR在翻后并没有下注 转牌这张十呢 给到CR和P大夫一个卡圈的 顶顺听牌 P大夫主动下注 八千刀的波打出两千五 三分之一波的下注啊 两个盖牌 而CR这边 哎呀 这手牌 现在被P大夫占据了主动啊 特上CR如果只是跟注的话 Doctor P盒牌啊很有可能啊 还会再开上一枪啊 如果CR这个时候敢加注的话 那就另说了 CR还是call了下来 希望盒牌可以看到一个check check 最终盒牌呢一张空气牌 特上的下注被跟下来 P大夫还敢打吗 我觉得即便P大夫敢打 应该也不会打的太大呀 鬼知道CR是不是用一张钩啊 在车上跟注来埋伏自己 所以说呢P大夫打大了不敢打 打小了吧 CR是肯定要跟注的 这手牌 怎么看都只有一个结果 啊 哎呀P大夫只打了两千 而CR想都没想就盖掉了 这是谁在说 CIA拿着AK啊 这牌读的是真准 CIA看自己的牌被人读了出来 赶紧撒谎说自己有一对ACE 有一对ACE是肯定不会盖牌的 其实我觉得CIA已经想好了 无论P大夫合牌打多少 自己都不跟了 特上那两千五已经是我最后的倔强了 来看这一手牌 CIA拿到了一对ACE 目前牌桌上赢的最多的应该是CIA CIA拿一对ACE啊 三败到了一千 马亚诺五六红桃跟注 B战有位置优势 一手七八杂色也跟了下来 翻牌圈三七两张方块 超队正常进攻 CIA这边只打出了一千一百刀啊 马亚诺这边是个卡四的顺子听牌 CIA扣了 B战一对七呢也跟了下来 转牌 CIA也不能说是无敌啊 这是一张方块ACE啊 现在牌面三张方块啊 CIA必须要加大下注尺度啊 这样的话可能直接要把底池收下来了 特上可不能再打个什么两千了 我觉得至少三千起步吧 刚好打三千啊 半尺 牌面太潮了 两个对手相继跑路 也行吧 这手牌CIA赢下四千刀 面对两手脏牌啊 狗的ACE能赢就是好的 B战猜的很准啊 一下读出了CIA 拿到的是一对ACE 果然啊 牌桌上全都是老油条啊 这样的话 基本也注定了这张牌桌的战斗呢 不会说太过于血型啊 除非发出来冤家牌 再来看这一手牌 这是两个STRADO啊 装卫的CIA 用一对二加注到了一千 凌姐K9方块跟住 紧跟着马拉诺做了三败 马拉诺的入持率很高 在翻前挤得也很凶啊 啊 CIA竟然是喊出了OIN 哇 这时机的选择啊 真的绝了 马拉诺的牌果然是不咋地啊 看到这个OIN呢 一个秒复 零零自然不用说 拎不住持的啊 牌肯定是好不到哪去啊 CIA实际的选择 哎 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 接着来往下看 Ace Poker小盲位的三败 拿到一对钩啊 加注到了一千一 牙一一对五跟下来 BIGGEN在 三个人啊 最好的位置上啊 A2不同色也跟了 Flop四五十三张草花 一个非常潮实的牌面啊 牙一这边中赛 而Ace Poker呢 带着一张草花钩啊 翻后Ace Poker下注 一千两百刀 牙一直接反推了6000刀啊 很明显他不想让其他的草花啊 再看牌了 口袋钩怕是很难拒绝啊 对手或许是用一张比自己更大的草花 推出的这个加注啊 那么口袋钩的胜算还是OK的 可是撞上set的话就差一点了 好 那么来看看结果啊 两次发牌 永远要相信Loren的手 一双创造奇迹的手 陈上红桃合牌 一张方块9 这样的话 牙一的set五笑到了最后 第二次 完了 2k平分了 哎呀 Pair the board 公牌面发出来公对啊 这样的话 牙一还是凭借着葫芦赢下了第二次发牌 可以的 牙一18,860刀的一个大敌识了 来看这一手牌 哎呦 这CIA有麻烦了呀 CIA拿到一对圈面对KK做了300 坏了坏了坏了 CIA手里18,000 牙一后手24,000 这手牌CIA很有可能 Oh no CIA喊出了all in 哎呀 要出事了 看到对手是KK CIA表示也很无奈啊 行吧 反正你领先 你想发几次 你发几次吧 真的很难啊 两张圈的直击奥斯啊 红桃还被压制了 翻牌 草花只有一张 哎 两张圈的直击奥斯 没有 还有一次发牌啊 看看背头哥能不能拯救CIA 给点机会啊 发个什么90勾出来啊 挺好 草花还是只有一张 完了 这样的话 38,670刀的破 CIA一手牌啊 直接输光了呀 本来到现在为止 CIA大概盈利个 1万刀左右啊 直接水下1万了 没辙呀 打成这样也正常啊 你要说圈圈 太激进吧 是有一点点啊 但是 你也不能每次拿着圈圈 面对一个失败 你就不跟了吧 我相信CIA 会打回来的 来看这一手牌 这是个 炸弹池吗 好像不是啊 只是翻前好像没什么人加注啊 780刀的坡 翻牌K58彩虹面 BK这样拿到顶队 其他人的话 Superman这是一个卡顺停牌 马拉罗呢 一个中队 林林反而是 先手加注到了400 牌最差的打得最凶 而Superman翻后直接发力啊 做了300 这个牌面用什么牌去做300啊 Size5吗 还是说 最终只有Big John的一对K跟下来 转牌 草花4 现在Superman应该很清楚啊 对手大概率是有K的 Big John过 Big John对自己的踢脚并不是很自信 而Superman他要思考怎么能干掉一对K啊 Big John 坑上再开一枪 Shot With top pair It's from Palmdale 半时的下注 Big John跟起来确实啊没什么压力啊 来看核牌 有草花吗 没有 是一张黑桃石 Superman直接破产啊 Big John再过 九嗨 你要怎么办呢 九嗨 Superman之前在牌桌上已经偷过一回了啊 被人抓了下来啊 但不代表这手牌他不会再偷 直接喊出欧印 可以 只不过 Big John抓Bloft的牌力是足够了呀 Big John要好好想一想 Superman是用什么牌在Flop上做的300 一手六七是有可能的 其他的话 Site5Site8这样的牌啊 应该不会在Flop上直接发力啊 毕竟牌面不是说非常潮湿 那么 带着一张K的话 K圈K勾 如果真的有一张K踢脚也大的话 翻前是应该会加注的 我觉得Big John应该静下心来啊 再好好想一想的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S Booker再次入池 拿到一手A钩300到了600 剩下P Def一个人跟他对抗啊 79黑桃一手脏牌 翻牌圈80 双头顺听牌到手 P Def要占据主动吗 先过 S Booker一个卡K的顶顺听牌 和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啊 先手下注400 P Def跟下来 转牌 好家伙 S Booker这运气感觉有点问题啊 谁对上他谁有牌啊 P Def卡到了顺子 继续过牌慢打 而且这还是一个铜花顺的听牌啊 学亏打多少亏多少 S Booker在拳上直接干出一个满池啊 P Def问了问S Booker后手的筹码量 他在思考我是慢点打我还是直接叫对手的O in呢 万一对手是一手强听牌啊 很有可能会去扩的 反加到了三千一直接起个Double 已经是个最小加注了 但是对于S Booker来讲也太大了 根是根不动的 也不打算推了 S Booker再次选择盖牌 一手牌没有 可不太爽啊 来看这一手牌 S Booker拿到一对酒 加注到了两百 Superman圈圈 三百到了七百 后卫相机盖牌 抓位的SIAK8盖掉 S Booker反手跟住 两个口袋对子单挑 有酒吗 有酒的话 哈哈 真的有酒啊 不过有一张K在啊 这张K呢 会给牌桌降降温啊 Superman不会打得很激进 两人过牌 转牌一张红套六 S Booker还在慢打 对手连过两条街 Superman可能想了 好吧 没K是吧 一前五的坡 Superman下注半池 S Booker等到了 现在可以加注了 五百八百 仅仅选择了平坡 不着急看来是啊 继续慢打 合牌 Fuck 绝了 今晚S Booker这个运气啊 真的是没谁了啊 这都能被发死啊 小葫芦先手过牌 Superman直接绞了S Booker的欧印 确实离谱啊 确实离谱啊 这牌发的啊 一手葫芦直接被发死 你说如果S Booker在Ten上加注的话 这手牌会不会在River之前结束呢 Superman真的是啊 难掩自己的效益啊 确实啊 运气太好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牙医A钩红桃加注到300 P戴装尾80不同色做了300 这个300也就是一个Double啊 最终Superman一对9根下来 翻牌三四八两张方块 只有Dr.P呢命中了顶盾 不过Superman目前还是个超盾啊 Superman没走 牙医两张高牌 还是买了下去啊 转牌 方块勾 牙医拿到后门的顶盾 但是第三张方块掉出来 牌面越发的潮湿了 P戴夫的顶盾不在 不过他还是决定要再打上一枪 4000的坡只打出了1200 他在拿价值 你指望两个对手用什么牌 在flop上跟住你啊 这种牌面 我是觉得一对8直接过牌算了呀 跟住跟住 还是没能打掉任何对手 这 竟然还有一张方块啊 牙医目前领先 但是Dr.P呢还在做着尝试啊 4张方块了 7000的坡 Dr.P打出4000 一张大方块做的价值下注吗 还是挺像的啊 Close 天呐 真偷不下来啊 这个牌面 牙医的一个中队还是跟得动 真的牛啊 16000的底池啊 牙医一手牌赢下了将近1万 甚至他连一张方块都没有啊 打得漂亮啊 确实打得漂亮 接着来往下看 00口袋K 先手REST到了500 而C啊 他竟然做了这么大的300啊 他可能认为00的先手加注不会说太大 而00这边是要慢打自己的KK呢 还是 400到了8500 这是一个最小加注啊 8585 C啊的哎 C啊的300起的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起猛了 还希望可以在翻前上直接收持的 没想到00的牌啊这么强 翻牌有勾 C啊拿到一个中队 很麻烦啊 00直接是 推出low in 你觉得C啊会扣吗 我觉得有可能 如果他觉得00是AK的话 哎呀这扣下来基本上九死一生啊 哎呀刚回水上的C啊 这怕是又要水下了 两次发牌 第一次发牌的话00笑到最后 第二次 这手牌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C啊翻前那个open啊 直接把自己架了上去啊 没有退路了 34430刀的破 C啊 输的只剩5000了 很少见C啊在牌桌上打这么激进啊 尤其对上灵解啊 灵解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 比较稳呢 接着来往下看 等待一个先手的加注啊 看看谁会打没人打 CR78方块直接敲了桌子 翻前非常的和谐一个五人池 后后这个翻牌啊 给C啊发成了一手天葫芦 翻牌没人下注 00这边是一个卡顺听牌 C啊有机会 找回场子吗 5000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啊 先拿到一个double再说 C啊打20000都不玩了 牙医的话 同花听牌跟住 big john 啊 双头顺听牌跟住 最终合牌 最终合牌那一张黑的OK 800的坡 CR打出1000 哎呀 底持太小啊 big john 应该会call的 这手牌如果 翻前有人加注的话 啊 也不好说啊 加注的话 如果CR在后卫加注啊 big john 这牌够不够都不一定了 可能也看不到合牌啊 这手牌一手天葫芦啊 注定也就赢这么点 再来看这一手牌 又是一手和谐的牌啊 似乎又没人加注 这是一个六人池 来看看谁会中牌啊 A28两张草花 Nick 一晚上没见这哥们啊 Dr P呢28两对 先手打400 童话听牌跟住 00这边卡5的顺子听牌跟住 转牌 一张5来了 1400的坡 Dr P应该还是要主动去追价值啊 去从一张A身上拿价值 打出1000 但是他一直在玩 那时候没有玩 00要加注了 哦 我很好奇啊 最终合牌 00要打多少 00反加到4000 啊 哇 两对直接盖牌啊 这个牌面啊 Dotter P 秒猜零零是一手三四啊 这这也太牛了吧 我靠我服了 这个真的太牛了 来看这一手牌啊 Marano一对六三败到了六百 这是一个四人池 翻牌三七勾两张红桃 CIA拿到顶对啊 大踢脚啊 除了CIA以外 好像只有Big John有一对七啊 非常和谐的一手牌 过到和牌 哎呦和牌竟然掉张K出来 CIA拿到后门更大的两对啊 哎呀 CIA CIA如果你勇敢一点的话 说不定就回水了呀 她是在找一张钩的价值 这个下注其实没有问题呀 只是说对手真的有一手好牌啊 Big John来吧 推出来啊 推出来 就能说我们的CIA从回水上了 听到对手说自己是两对啊 CIA皱了皱眉头啊 哎呀 可惜啊 可惜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张桌子的战斗啊 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战斗还算精彩 那么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召词 CIA的BOT-49% 这一些東几十 冯 complaint 子겅长来到28% 真是 那些 可以的 woman 王 др 童 darf 38000 Dr.P18 Lingland 15 Nick 15 Superman loses 6 Ace Poker loses 8 Big John loses 9 Sea of the Bot loses 11 And Mariano loses 51,000 You can get that back in one hand tomorrow night 5pm Pacific Make sure you tune in My name is Bart Hanson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